两周没见,大家都还好吗? 麦子家全员中招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是不是也都陆陆续续养过养康了呢? 在这个恢复期,不想吃得太油腻 那今天麦子给大家带来一道汤鲜味浓,肉质软烂的清炖牛肉 准备牛腱子一条,这里有两斤多 切成大块,先泡水,大概一小时 浸泡后,反复充分地清洗干净,去除掉血水 牛肉冷水下锅 水开后,把浮沫撇除干净 这里我参考了西式高汤的煮法 加入切成大块的白洋葱,胡萝卜和西芹 去腥的姜片也同时加入 多种蔬菜可以让汤的味道更有层次 煮开后,转小火,保持微微沸腾的状态炖煮 让蔬菜的甜味充分渗入汤中 我这次用的法郎锅可净是24厘米 厚重的锅身受热均匀,能够很好地保持温度 特别适合炖煮食物 一小时后取出蔬菜,免得化渣,影响汤色 继续炖煮两小时后,牛肉已经软烂 放入白萝卜,并加入盐调味 再次盖上锅盖,炖煮半小时到萝卜软烂 一锅清甜香软的清炖牛肉就可以上桌 这道清炖牛肉没有使用任何的香料 看起来清清淡淡,但汤真的特别鲜美 强烈推荐哦 我们还可以留出部分来做到清汤牛肉面 大块的牛肉过足追隐 清甜的白萝卜,绵软无渣 浓厚的肉汤,驱含暖味 再加上点白胡椒粉,撒一点香菜 又成了一道适合冬日的美味早餐面 我是麦子,那我们下次见 记得点赞哦 Haupt phase fahren 也轻转